為了三六里給你全方位的好天氣 水氣慢慢的開始減少當中 轉為偶正雨的天氣形態 南部比較多一點點 溫度在週日會慢慢的緩回溫 大致上週日會明顯的回溫轉勤 當然大家可以期待 但是南部還是偶有正雨 下週三另外一波封面會再度影響 在這個之前下週一二天氣應該都還不錯 所以我們可以看其實這波影響台灣 大家應該都很有感 特別是這種溫度的差別跟這種降雨 各位很久沒有遇到這樣比較大的情境 還好沒有什麼明顯的災情 這次來說的話你看這個結構 封面雲系還蠻完整的 加上有點明顯的一個北風南下 所以溫度降的特別多 那預計這道封面會在這個 禮拜天的時候慢慢的移出去 接下來台灣西南邊有一些短暫的雨勢 所以南部有些局部短暫的陣雨 北部應該會慢慢的轉勤當中 接下來下一波會是在禮拜三的時候接近 各位可以看 禮拜三預計有一條封面會明顯的影響 後面有點冷的空氣也是有點降溫 但是預計跟這波差不多 這個禮拜三禮拜三禮拜四 然後接下來到下個週末會有一個空檔期 請大家可以期待 以目前來看的話是有一個空檔期 接下來到五月初其實也是有封面 不過雖然說五月六月就是我們美雨季 但是這個五月的封面不見得是美雨封面 請大家要特別留意一下 台灣這兩天的天氣大致上還是一樣 受到這個有點偏北風的影響 但是禮拜天禮拜一會慢慢從 北風慢慢慢慢轉轉為偏東風 所以溫度就會慢慢開始回溫了 所以這樣情況東半部可能就有一些局部短暗線的震雨 然後接下來到禮拜二禮拜三會有一點吹南風開始出現 特別是禮拜三晚上又長為偏北風 所以台灣這幾天的溫度變化 真的好大 你看禮拜三又是有一點明顯吹南風 然後接下來到禮拜三晚上或深夜明顯吹北風 所以這個變化很大 這個雨勢特別在禮拜三禮拜四也要特別留意一下 特別晚上的雨勢 那預計禮拜天的下雨是以中南部為主 到禮拜一也是有一點機會 然後接下來禮拜二會慢慢的轉型 轉山區的震雨 然後禮拜三另外到封面來 全台都會有雨勢 所以請大家多留意了 那禮拜六的晚上到禮拜天的清晨 其實大致上天氣都是維持這樣 北部涼涼的濕濕的感覺很明顯 中南部好一點點 但是其實跟前一陣子相比降溫蠻多的 請大家穿著上要稍微留意一下 至少要穿長袖了 空氣品質倒是還蠻不錯的 東半部也是容易有一些雨勢 那禮拜天白天其實天氣是慢慢的在好轉當中 溫度就有點回溫了 17到24度 然後在中南部可以到26到28度 也是一樣有短暫性的震雨 那花蓮東半部其實是慢慢的在轉型當中 所以最近的天氣是有一點變化了 開始要慢慢變好了 請大家趁這個沒有下雨的時候 多曬洗一下衣物 不注意的話下禮拜三又來 你會覺得很像每天都在下雨 請大家多留意這段的空檔好好把握 以上是今天的為了360 明天見